丁巴克上市用了21年的时间 而瑞幸咖啡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说谁喝了我的星巴克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个传统的企业 谁喝了我的咖啡我知道 这就是个未来的企业 说星巴克经营产品 瑞幸咖啡经营人群 星巴克赚钱 瑞幸咖啡值钱 全中国这么多连锁的咖啡企业 为什么一个都没上市 只有瑞幸上市 因为所有的咖啡企业 都对标星巴克 你就上不了市 对标互联网就可以上市 说瑞幸咖啡对标的企业是谁 那肯定不是星巴克 而是线上版本的7-11 说咖啡只是一个入口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 股价暴跌 但是我们整个资本行业 依然认可瑞幸咖啡的模式 以咖啡作为入口 向老客户卖新产品 向老渠道卖新货品 高频刚需大消费的产业 以瑞幸咖啡来作为对标 导音